兄弟 你真想知道吗 汪光玉大人 那不是被我逼死的 那是被别人给吓死 进那儿 何物上那些银子 零头 我贪了 那大头都汇到京城银号了 那钱呢 他给朝廷了 给朝廷了 没给做前情宫那位爷 这俗话说得好啊 这天吾日民吾主 别说了 别说了 康熙这会儿 他就是有了第二个朝廷啊 锦囊 不能再找了 不会比他小 皇上让你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你就说银子去哪儿 不就完了吗 你说这些没用的 我不听 听不听 就由不得你了 他做的经常的